HELLO 大家好,我是Mail的歌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又可以彈唱曲目 是來自周杰倫和阿信的 說好不哭 一起來看一下這首歌會用到的左手的和弦 C和弦無名指放在1弦的第三瓶 M和弦中指放在4弦的第二瓶 這個時候加一個十指在2弦的第一瓶 這個是F和弦 F按著不要動 把你的無名指放到3弦的第二瓶 這個是DM和弦 EM7 十指放在3弦第二瓶 中指放在1弦的第二瓶 然後你按著不要動 把你的中指放到2弦的第三瓶 這是G和弦 然後G和弦按著不要動 把小拇指放到1弦的第三瓶 這個是G掛式和弦 然後這首歌還要用到G7 十指放在2弦第一瓶 中指放在3弦第二瓶 無名指放在1弦的第二瓶 GM7 用你的十指橫按住1 2弦的第一瓶 然後把你的中指放在3弦的第二瓶 好下一個是17和弦 十指放在4弦第一瓶 中指跟無名指分別放在3弦跟1弦的第二瓶 你看EM7是這麼暗的 17這麼暗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首歌要用到的右手的節奏型 我們基本上從頭到尾都是只用到一個節奏型 大家用這3根手指頭 好把最上面的4弦和下面2根1 2弦同時抓起來 這3根同時抓起來 然後大拇指拨3弦 再拉一下1 2弦 再拨3弦 好就是抓3 2 3 再一遍抓3 2 3 你沒碰到一個和弦呢 比如說C和弦你就彈抓3 2 3 再來一個C抓3 2 3 然後換成17抓3 2 3 再來一遍抓3 2 3 AM也是一樣 AM G7 GM7 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這樣順著下來之後呢 把和弦轉換啊 之間不要停頓 就可以加唱詞了 沒有了聯絡 後來的生活 我都是聽別人說 說你怎麼了 說你怎麼過 放不下的人 是我 人多的時候 就待在角落 就怕別人問起我 你們怎麼了 你低著頭 呼著我 連抱怨都沒有 好我們說一下這個位置的 雞刮4跟機 雞刮4呢 這麼暗的話 小拇指放掉就是擠 這樣轉換會快一點哦 呼著我 連抱怨都沒有 有 電話開始拖 從不對我說 不習慣一個人生活 離開我以後 要我好好過 怕打擾想自由的我 都這個時候 你還在意著 別人是怎麼怎麼看我的 拼命解釋這不是我的錯 是你要走 是你要走 眼看著你難過 你會微笑放鬆 說好不哭讓我走 所以這個節奏器還蠻簡單 大家只需要從頭彈到尾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遇到一些情緒 需要交替的地方 你還可以把第一下子抓 變成排音 眼看著你難過 大家可以根據你在彈唱的時候 稍微變換一點點好不好 另外我們要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首歌有一些有加花的地方 首先是第一句歌詞 後來的生活我都是聽別人說 這個位置的17 抓323 然後第二個17 馬上在我們這個手型的情況下 把你的十字放到二弦的第一品 然後大拇指倒扣第四品 然後看你用爬音爬下去 或者輪子都可以 四分前抓起來 然後拨十字放掉 拨二弦的空弦音 再拨三弦的二品 再拨三弦的空弦音 這個位置就會變成 後來的生活 我都是聽別人說 別人說 就會比較特別一點更好聽一點 同樣的位置 不習慣一個人生活 這個位置也是這樣 從不對我說 不習慣一個人生活 就如果你想要跟別人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位置可以加一點點小技巧 另外在副歌的地方 挽留的花卷沒有說 這個位置的C和弦抓323 然後可以馬上把你的十字放到二弦一品 中字放到三弦第二品 拨響它 拨響它 然後再輕輕的拨一下三弦二品 然後滑上來 滑到往上滑兩品 整體往上滑兩品 滑到二弦的三品跟三弦的四品 然後再輕輕的拨一下三弦的位置 三弦的位置 好不好 這個位置就是 有沒有 就更好聽一點 再來一遍 那因為它不是很規律 所以大家要多練習才能變得熟練 好不好 最後呢我們要來看的是前奏還有尾奏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點難 如果你是初學的同學可以先練前面了 練熟再來學前奏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小節 前面三拍都是休止 第四拍的前面的四分之三也是休止 所以這個音就很快 迅速的拨一下四弦的空弦音 但是大家要馬上做第二個小節的音的準備 橫按住一二三弦第七品 中字放在二弦的第八品 同時拨響這三根琴弦 然後三弦拉一下一二弦三弦 然後馬上要換手型 換成G7的手型移上來 拨動這三根琴弦 三弦二弦 然後注意一弦是七品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先用這個指型 然後把食指躺下去 這個位置 然後食指按著不要動 中指放到二弦的第八品 無名指放到三弦的第九品 同樣再拨動這三根 三弦二弦三弦 然後變換 食指橫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七品 但是我們只要中間這兩根琴弦 然後三弦二弦 再加一個四弦的空弦音 我們把一二三三個小節連起來試一下喔 好 好 第四個小節呢 這個F和弦四次放一弦的第三品 中指跟無名指呢 分別放二弦跟三弦的第五品 波動這三根琴弦 然後小拇指按著一弦的五品 滑到第七品 中指按五品 然後小拇指再按七品 四弦空弦音 三弦的五品 然後再拨一下一弦的七品 然後食指移到三弦的第四品 然後再拨四弦的空弦音 然後一弦的三品 一弦五品 四弦十二品泛音 然後再二弦一品 三弦二品 四弦也是一個一品 同時抓起來 好 我們把這兩個小節連起來試一下喔 好接著走喔 第六個小節 我們把食指按一弦的第七品 三根琴弦拨起來 或者用爬都可以 然後四弦三弦二弦的八品 然後馬上換 橫按一二三弦第七品 中指放在一弦的第八品 然後三弦二弦一弦的時候呢 是拨七 所以你的中指要放掉 這個小節 然後移上去移到十二品的位置喔 然後你的無名指放在一弦的十四品 同樣拨這三根琴弦 十一弦二弦三弦 再回到七品的位置 好這兩個小節來一遍 好啦我們進入了第八個小節了喔 十指橫按二弦的第一品 或者拨子都可以 一弦三品 一弦的五品滑到第七品 然後再回到五品 拨四弦空弦音 這個位置的一弦的三品 建議大家還是用無名指來按 然後三弦的空弦音 一弦三品 因為呢我們這個時候呢 要馬上把十指放到二弦的第一品 然後拉著三根琴弦 這兩個小節連起來試一下喔 前奏呢不是很難 但是呢到了比較高把位的地方呢 我們已經到了第十四品了齁 大家就一定要按緊 要保證 每根琴弦都能發出聲音 好不好 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尾咒的部分齁 首先是第一段結束的時候 就我在演示裡面 第一段結束之後 要接最後一遍的副歌的時候 中間有一段旋律 同樣呢橫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七品 中指放在二弦的第八品 抓起來四根琴弦都抓起來 三弦一二弦三弦 然後小拇指放到一弦的第十品 三弦小拇指放掉一弦三弦 這個小節就很簡單啦 然後呢橫按不要變齁 中指呢放到二弦第八品 小拇指放到一弦的第十品 然後呢接著就是三弦二弦三弦 然後呢同樣呢拉中間兩個 然後又是三弦一弦的七品又是三弦 然後這個位置呢很三弦的位置都有些括號有沒有 就證明了這個音要輕一點點按好不好 喔好往上走喔 把你的五名指往上升升到十一品 中指按到第十品 然後同樣這個三弦再輕一點 十指按到八品的位置 這邊那最好是連起來做跟前面連起來做 它就會變成 好我們要再回橫按 十指橫按一二三弦第五品 然後呢中指放在三弦的第六品 五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七品 然後一弦的五品 二弦五品 二弦七品 好所以呢這個位置呢 七品呢都是由五名指來按啊 緊接著呢十指按到一二弦的第二品 中指放在三弦的第四品 先三根琴弦的拉起來 然後二弦三弦二弦 再來一遍 一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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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起來 移到八品的位置喔 抓起來 二弦三弦二弦 一二三二 然後移到第十品的位置 好這個位置呢我們把它順一遍喔 然後才接 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最後呢我們要看真正的尾奏 就 還在角力喔 等我 C和弦 抓三二三 然後一弦三品 一弦五品 移到第七品的位置 然後又回到三品 這個位置是 還在角力喔 等我抓三二三 然後F和弦排音 三弦空弦音 二弦十二品的翻音 然後這個時候把五名子放到三弦的十四 三弦的第二品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放 十四品的翻音 然後呢 第四拍的後半拍 一弦的三品 滑到一弦的第五品 介入第三個小節 EM和弦 我們只需要按喔 按二弦的三品 跟三弦的第四品 抓這三根琴弦 然後撥三弦的四品 再加一個 一弦的第五品 然後呢 是一個Fm 就是EM往上升 排音 然後 一弦空弦音 一弦二品 我的習慣是這個位置用五名子按 然後再滑上去 就會變成我們下一個小節要的這個和弦 空弦 拉中間兩根再一遍 注意喔 這個時候的四弦是空弦喔 同時抓這兩根琴弦 然後最後呢 是C和弦結束 好不好 我們把整個尾咒順一遍喔 還在叫你有等我 好 然後尾咒呢 大家要慢慢的緩下來喔 因為我們要收了 好不好 以上就是這首歌所有的內容呢 就如果你要彈完整版的話 嗯 真的要稍微的練習一下 如果你把這首歌學下來之後呢 歡迎大家向我提交視頻作業 記得要添加我們的話題 一起談遊客裡 其他想學的歌曲呢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這節課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